大家都知道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 也是最长寿的皇帝 他活了89岁 很多儿子因为等不上他退位 所以早早就去地府报了道 当乾隆打算传位时 才发现生下的几个儿子大多都是 八字算命书 雅成八字命令 是基于生辰八字推算的一门占卜书 向大家推荐一位研究八字命令二十余年的道长 擅长八字算命居家风水布局 灵福法事 道长微信20882988 那一天正好是中元节 所以他出生的这个日子可不算吉利 不过好在他的生母书家皇贵妃金士 颇受乾隆宠信 所以永旋也跟着沾了光 而他虽然排行老八 但在乾隆幸存的皇子中却很有优势 因为他的大哥永皇 二哥永脸 三哥永章 五哥永齐 七哥永宗 都先后腰折祸早逝 最大的都没有活过26岁 他的四哥永成和六哥永荣 则被父亲乾隆给过继了出去 所以永旋成为了乾隆后期实际上的长子 但永旋也有个致命缺陷 那就是天生腿瘸 大清不可能接受一个身体残疾的皇子当皇帝 所以永旋被剥夺了当皇帝的资格 此后他就沉迷酒色举止轻浮不得人心 很难说这不是永旋自保的一种手段 但呈现在外人面前的状态 他就是一个纹固子弟 因为永旋的母亲 书家皇贵妃金氏 祖上是朝鲜人 所以朝鲜国内也很关注永旋这位皇子的动态 但朝鲜驻清朝使臣回国向朝鲜国王负命时却说 八皇子永旋沉眠酒色悠悠脚病所无人望 可见连外国使者都不看好他 可能也正是因为他的残疾兄弟们都没拿他当回事 所以他才活了87岁的高龄 而永旋虽然在政治上毫无作为 但在感情上却从一而终 他在十岁丧母 所以养成了孤僻的性格 从没人能真正走入他的内心 但在十六岁那年 他意外邂逅了让他痴迷一生的女人 王玉英 由于王玉英出身不高 所以无法成为永旋的狄伏敬 乾隆为永旋挑选了大学士引激善的女儿 作为王府的女主人 虽然无法让自己心爱的女人成为狄伏敬 但永旋还是想方设法 让王玉英入了府 并成为他的侧伏敬 后来王玉英为永旋生下了两个儿子 狄伏敬张家世却无所出 可见永旋真的是一生只爱王玉英一人 而这个清朝最痴情的皇子 一直活到道光朝才去世 享年87岁